今天這一集主要是討論我 不要問你 這大哥請講 全集給你講 就是今天因為內政部統計的數字說 台灣在是1958年到1966年 也就是民國47年到55年次 這九年之間出生的人口數 大約是三百八十萬人 那這三百八十萬人 今年開始陸續都到了 法定退休年齡的65歲了 譬如說47年次 那現在就65 其實一般來講 就是要強迫退休了 那有些人其實 還沒有到強迫退休 但是他也想要退休了 也可以退休了 那這個不得了 這是退休潮 三百八十萬人 可是老實講 退休講得容易 其實要有規劃 那規劃很多 包括財務健康的管理等等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討論就是說 那麼 今天的來賓 他們對退休的想像到底是什麼 規劃是什麼 我記得這個小孟老師 他有一次來節目 他就說他要退休了 是 震驚全世界 有很多客人也打電話來 他說我這樣以後都不能算 對 對 小孟老師現在才 你幾年次 我七十一 七十一年次 現在才四十一歲 對 對不對 但是你打算幾歲退休 打算四十五 快一點的話 四十四就趕快想退休了 換句話說 你還有三四年後就要退休了 是 為什麼要想要這麼早退 沒有 因為我就是 因為我算命 每天看很多人 然後我就看到 我特別喔 看到有錢人的世界 蠻不一樣的 是 可是各樣的有錢人 我都跟他們很熟 然後就是我是覺得說 這些人為什麼 很像你賺那麼多了 你為什麼都停不下來 然後他們也 買了很多房子 很多房地產 然後就覺得 他把自己逼到 他也很煩 因為沒有事的人 不會來算命 有事的人他就會來問 對 就一直有煩惱 有一句話 對 就說你心思不定 很多煩惱 所以你就會算命 就來算命 然後我就一直 我心裡面都會幫他算 可是我就想說 你們已經這麼富有了 就是好幾 其實十億以上都有 然後你為什麼要一直 不斷地去煩惱 公司這個人要怎麼樣 然後甚至我還去 做一些公司的顧問 因為他們有的時候 顧問也不會去找 專業的那種財經的 對 他們就想說 老師你來 當作一種就是 你服務我的公司 其實他們都是要來 算那一些什麼主管 這主管好不好 然後這個 這個 副理可不可以用 每天都在做這些 所以有時候 我們去到別人的公司 全部的那一些人 都會害怕 就說不知道 這老師又要算我 會不會說我怎麼樣 他們會這樣 所以我就想說 這一些人既然 如此 那我為什麼要一直 跟他們 就是你看 像這樣以前 我們想說 有幾百萬 就覺得很開心 當你有千萬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你像真的 內心會覺得不夠 當你有益又會覺得 很像還好 對 就沒有什麼了 而且就一下子而已 那種感覺是 開心是一陣而已 你有益的時候 只開心一下下而已 就一下真的 就會沒有感覺 而且你會感覺說 很像十億的人有點多 是 所以我可以體會說 那一些老闆有沒有 對 他們有好幾億的感覺 這是他們還要一直做 因為他們那個時候 都是在做一種 可能是想要再更超越 我是覺得我幹嘛要一直 跟這一些人 差不多 一樣這樣子 所以我想說 那不如我就 專心的過我的生活 然後因為我現在都有 規劃很多 其實我很早就在規劃 換句話說 你有五千萬一億的時候 你沒有說 特別快樂 就是當你有千萬的時候 你會覺得 很開心 但是你會覺得說 好像隨便一棟房子 現在弄好幾千萬 就是感覺我們 因為房地產 台灣的漲幅 相對讓很多人認為 自己很貧窮 對 現在很像 你看現在南部有一些房子 都一兩億 你看中部 七企那邊也是一億多 我就想說 那隨便看都 好像都很多人很有錢 我就想說 那我不如就不要再去追逐這個 對 因為我們如果過用的話 其實你的人生會更開心 因為你一直在存錢 那可以問你現在存多少 我現在存多少 對 我寫給鄭大哥 因為我怕會用 我怕 因為我們還有小孩子 對啊 怕親戚太多 對啊 我沒有看 是 可以看嗎 可以大家看嗎 沒沒沒 鄭大哥 對啊 天啊 要是我不曉得高興多久 是 但是 因為是很快速的 因為我是 我是有靠那個 其實正業不可能達到這個數 其實要靠一些投資理財 還有房地產 就是一起加總起來 因為正業要賺到一定的數量 除非你做偏門的 是 對 所以我是覺得我還蠻會理財的 那你 你是靠本業賺這麼多錢 還是怎樣 我其實是靠投資 因為其實本業 你看我們一天 就是從一點開始算 算到晚上九點半 然後一天大概算十三個人 對 因為我們是算時間的 對 就是按計時器的 對 所以說你不可能一天 有大量的人 對 所以說光算這些人有沒有 還有就是我店內的老師 跟他們抽成 對 然後抽到的錢 還有就是教學的 還有線上課程 教學 其實這一塊 充分運用網路 充分運用網路 是 然後所以我個人是有在繳稅 對 對 因為很多人都說 算命都沒有在繳稅 是 其實我們都還是認真的 有請會計師去幫我們繳 對 然後從這個 你賺到的錢 都在哪裡 我都在基金 房地產 還有就是 私募基金 然後因為我們認識 很多客人他們做這一塊 對 然後那個趴數都很高 都有18趴 對 然後像我自己個人 我 我把大部分一半的錢 我就大概有七成的錢 都丟到基金 是是是 然後 基金的配息差不多多元 配息大概配到 我都可以 不用工作 大概 幾趴 幾趴 有25趴的 那有10趴的 有7趴的 用美元計價的 大概7趴到10趴 那很好 對啊 不錯 然後用 有用一種就是南非幣的 計價的 這個我是不鼓勵 那個30趴 可以這樣講 就是說 其實你貸雇的財務 你不用煩惱 對啊 都不用煩惱 對不對 對啊 我都用配息 你有房子嗎 有啊 我房子 房子 基金又配息 是 然後你還有線上的教學 線上教學 但是我發現租人家房子不划算 因為第一個 你還要 他還要看第四台 然後你還要 你每個月還要去幫他付 那個第四台的錢 他還有管理費 是 然後現在不是還有 像我們有店面租人家 我剛剛說的是租給一般人 你店面你還要有稅 他們要要求稅 所以你覺得最好的 對你來說最好的理財工具是什麼 就是基金 基金 對 因為它是每個月 你想數就數 對 然後房子你不好賣 所以它才會漲 了解 對啊 因為我們是買境外基金 因為境外基金它不用 它你達到一個規模 你才要繳稅 比如說你如果配息 配到六百七十萬一年 你才要繳稅 境內的要繳稅 小王老師我告訴你 因為我節目很久了 我現在也要看面相 我問你這個面相 就是會有錢 謝謝 謝謝 總大哥 你怎麼後面 不用叫老師 因為我就會漲 老師 新聞哇哇哇 有YouTube頻道了 請大家搜尋新聞哇哇哇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